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绣一个电源板 它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电压输出 我们先通热电来看一下 通热电以后 这个上面直灯都不亮 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看一下电源输出 这有一个电容 这个绿布电容我们看一下 这是多少的 这是16V220微发的 我们反过来看一下 电容这个负极 它是连接在这个插座的第二音箱 这就是个D 这就是负极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正极 它是连接在第一个角 现在我们再给它通热电 用完表来测量一下 看它这个上面有没有电压 我们还是先通热电 然后测量一下这两个角 这电压是2.86 这电压是明显偏低 一般的按正常的来说 这个控制板 一般最少需要5V的电才正常 这个是连3V都不到 这电压明显是太低了 我们先把这个电断掉 把这个插头先拔开 我们然后再测量一下 看这个电压正常了没有 如果拔开以后电压正常了 它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一部分 它这儿应该是有短路的 现在我们再通热电压 现在电压是5.12 电压正常了 那它这个问题就出现在 这一部分 是这个上面是有严重短路的圆角 我们看一下这个控制板背面 然后这个一角和二角 一角是5V的供电 二角是地线 我们顺着5V供电 然后查找一下这些元气架 我们看连接的这儿是一个贴片电容 然后在这边它连接了一个红外接收头 这儿还有一个三环电阻 我们就挨着个拆 我们先拆这一个 如果拆完它之后 我们再通热电测试 如果5V正常了 就证明是它短路了 现在我把该拆的元气都拆下来了 看一下这个拆下来了 然后这个电阻也断开一个引脚 这个电阻也断开一个引脚 这个贴片电容 我也把它拆下来了 不过现在还是通热电以后 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看通热电以后 还是不行 现在我就怀疑 应该是这个芯片内部短路了 现在我把这个芯片给它摘下来 再试一下 我们再给它通热电测量一下 看这个5V正常了没有 我们看这个电压正常了 现在是5.11V 它的问题就是这个芯片内部短路引起的 这个芯片是不能单独更换的 因为这个芯片里面是有程序的 今天的视频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当我们在维修开关电源的时候 如果这个电压输出片低 这是最简单好用的方法 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